歲時候自問自答 跟著我們的舞蹈老師 學一下那個動作 好累死 這是哪一條 這是什麼手可以打開 太可惜了 大家有想到音乐节周深的票吗 太湖湾音乐节官微发文 有周深参加的5月3日全票中全网授庆 5月1、2、4日上游少量余票 这说明了什么 大家去品去细品 另外音乐节官微也提醒大家 全库存已释放 不会二次开票 请粉丝们认准官方购票平台 切勿相信黄牛平台 警方上当受骗 没想到票的粉丝也不用着急 周深二专即将上线 三巡也不远了 而且据传三巡的场次场地 也不是前面网传的6地 而是有9地 南北方都有 所以今年见面的机会很多的 周深不会是光之使者吧 他唱的每一首与光有关的歌曲 都会给人带来满满的治愈 少年因清澈又有力量 流行里充满了光和希望 下面一起听听他都唱哪些光之歌吧 第一首与光同尘 这首歌太好听了 是电视剧《大江大和2》的主题曲 主旋律的剧搭配着温暖有力的歌声 美好又鼓舞人心 谁能想到这么温柔的歌声 在正剧里面更让人感动 第二首《何光同春》 这首歌虽然与《何光同春》 歌名只差一个字 实际上两首歌没什么特殊关系 《何光同春》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的主题曲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金山大使谭顿创作 是他向自然和生命致敬的又一巅峰之作 作为公益宣传大使的周深演唱之后 让听歌的人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植物 下一刻就要生根发芽了 周深的声音就是春天的天来之声 多彩鲜活灵动飘逸又柔和温暖 第三首《光亮》 周深的声音就是一颗植物 一颗植物 周深的声音就是一颗植物 一颗植物 另一颗植物 遗� sect的声音就是一颗植物 这首歌是专门为紫禁城而唱 古诗词夹细强 让人感受到紫禁城文化的厚重感 时光交错 藏海一粟 这首歌仿佛是唱给大明朝的一首晚歌 可以微弱但要有光 第四首《福光》 这首歌是纯音乐中文填词 纯音乐听的是意境 很多被填词后都破坏了美感 但在周深这里 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 反而让人觉得 这本来就应该是一首中文歌 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有光影的轻音灵动 感觉灵魂都被进化了 第五首《逆光》 有一首《逆光》 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激你的视线 是两界 为什么舍不得熄灭 我历史的《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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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逆光》是一首游戏人物角色曲 听起来就很难唱 周深全场全开麦 没电视力 怕是早就跑掉了 好了 你还知道周深 其他与光有关的歌曲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历史的《逆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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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柔 要去 逆光 要去哪里 逆光 谁的心底 逆光 哎 你們真的越來越勇氣了 好啦 我把昨天我說過的一個土味奇話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請大家在場所有都不要吃西瓜了 因為今年的西瓜不甜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的甜分都在你們身上